没有人是局外人 轻秒步台湾支持复议案 第四个复议案 国内的两个最新民调 我们6月15号 中华亚太金民交友协会 所出具的民调数字 高达61.4%是支持行政宣提出复议案 6乘1让民调院重新讨论法案 天的最新民调 是由台湾民地基金会所公布的 国人是否支持对于国会扩承的法案 来做出再一次的讨论机会 高达51.9% 也就是5乘2 是支持行政宣的复议案 民进党的支持者 8乘2支持复议案 国民党的支持者 2乘6也支持复议案 民众党的支持者 有高达3乘5是支持复议案 我们可以看到 高度的民意基础 有高度的民意支持 我们也非常期待 复议案就是一个重新审视法案 重新讨论内容的珍贵的机会 那场内 大概民进党会固守一场 但场外 谢谢有这么多的新鸟朋友们 公民朋友自主来串联 这是一个最好的全民的公民课 因为 No one is outsider 该有过程的法案 不仅严重的强害了宪法的精神 也会违及人民的基本权力 大家看到 这个漂亮的手座的手链 就是无数的青鸟的伙伴们 每一天 民进党部11位立法委员 都会收到 来自全台湾各地公民朋友 青鸟们 为我们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上面有每一个人的名字 还有一个爱台湾 每一个人都有一张爱心的小卡 写得并迷茫 收到很多公民朋友送来的手座饼干 各种食物 各种卡片 各种很温馨的一个送来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不管是蓝鸟或蓝鸣 青鸟的精神 公民的力量 绝对会战胜 国民党的政党的动员